这个小时我按从头计算 稍稍一点 10分钟我们这个火 国信乡公所日前在客家展演广场 举办2018客庄好主义的活动 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 让客家美食能够创新 进而让更多人了解到客家饮食文化之美 因为国信乡的外配多 所以我们就是想用客家食材 来搭配他们异国料理的手法跟风味 来创造一个比较新颖的客家菜出来 所以今年我们继续办理 我想这个东西明年以后我们还是继续办理 今年改变去年的方式 去年是煮好端过来 今年是现场煮一个小时的时间 或许明年我们会考虑 更扩大一点的一个规模来办理 就提升它继续提升它的内容 让我们国信的客家 让我们全国的客家菜 能够有一番新的方位 新的局面 县议员许阿甘表示 能够结合地方食材 来创新客家料理 也是肯定国信乡公所的用心 也希望每年都能够来举办 这样的推广客家美食文化活动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客家饮食文化之美 大家都觉得 还可以再改进 还可以再加入自己的 融入自己的设计 所以这个切材也好 还是说各种美食米果各方面 还是说过类 大家都做到现在 结合现代化的这个科技 这个美感 感觉出来就是很不一样的 很有创意 所以我们希望说 美食这个客家的美食比赛 明年我们还是要常态性的来举办 明年的话我们希望能够还可以 吃到很美味的这个客家美食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国信乡公所的用心 也取取能够多举办 客家文化推广的活动 让更多人来认识客家文化 进而带动地方产业的发展 记者陈维一国信乡采访报道